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的产品也需求大增 台湾迎接电商商机的黄金十年 想要抢先掌握商机的话 人才就是首要的关键 其实国立云林科技大学很早就投入了电动车 还有自驾车研发以及产学运用 就算在疫情期间也没有放慢脚步 如今拥有相当卓越的丰硕成果 所以今天很荣幸的 我们请到了云科大智慧电子中心的主任 苏庆龙副教授来到我们的现场 与我们来分享 欢迎苏老师 也请苏老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大声招呼 主播 观众 大家好 我是苏庆龙 好 欢迎您的到来 我们来看到苏庆龙老师 他是云科大智慧电子中心的主任 同时也是电子工程系副教授 苏老师是一个专精在电子汽车领域的学者专家 其实苏老师也是非常清楚 这十年来电动车的销售 从每年五万辆增加到了三百万辆 几乎就是五十倍的成长 电动车的战股时代已经来临了 那汽车电子化的需求也是跟着提升 那台湾绝对是不能够错过这一场的盛会 而云科大在这个炙手可热的产业当中 也从来没有缺席过 还拥有许多丰硕的成果 所以我们就要来请教苏老师了 其实这个汽车电子 与我们常常听到的所谓的电机 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而且还有一个叫做EDAS 那又是什么呢 金老师来说明一下 好 我大概先讲一下 什么叫做汽车的电机跟电子 通常我都会跟大一的学生讲 你不知道电机跟电子的区分的话 很简单 你摸到那个电线会电死人了 那是属于电机 那你如果摸了那个电线 或那个设备不会电死人 就属于是电子 好 其实我们一般来讲 自驾车的话 英文其实它的翻译是变电机的车子 那我们微电的话 电子的话通常是微电 就是说像我举个例子 比如是像这个自驾车的这个 Tesla这个自驾车的系统 它的后面的大脑是一个主机板 所以那个基本上你摸是不会电死人的 那个大概就是汽车电子里面最难的部分 那如果大家有开过油电车 它那个油电车里面 它有非常出那个橘色的线的话 那个你摸是会电死人 那个大概是400伏特到800伏特 其实那个是属于电机的部分 那我想我们台湾 其实目前我们这边研究有比较多 还是在电子的部分 那就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你可以看到这个车辆在驾驶 你看它的这个方向盘中间的仪表板 是有车子在中间跑的 那它会显示到你前面的路线 还有你现在前面有一台车子 那等一下旁边有车子 那你看这个特写镜 看到你前面有两台车 所以这代表说你车子在驾驶的时候 车子是知道你前后左右车子的位置 所以你就不会左边有车子 你往左边去转弯就撞到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们讲的 先进驾驶辅助 就是我们讲的ADAS 前两年股市很热闻 就是ADAS概念股 那其实ADAS就是我们自驾车 这个不同的分类跟领域的 这个最基础的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比较属于人员的运用 跟特斯拉那种就是全自动 或是没有方向盘的话 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对 它是等级不一样 等级不一样 所以它是在安全上面 它的等级也会有一些区隔 对 它是一级一级上去 那最高等级基本上以后 车子就没有方向盘了 所以这一个影片是老师自己在做一个 自驾车的一个运用的一个影片就对了 所以您现在行驶现在在高速工作上面 对 这是在快速道路 那所以现在它是这样子红色的点点 或者是他们所显示又是什么 它这个是跟你讲是说 你看它左边有方向盘跟这个驾驶的符号 就代表说它现在已经接手你的方向盘 也接手你的油门跟刹车 那右边那个中间这一块 你看旁边左边有台车过去 就是它真知道左边有车子 那你就不要撞到它 那左下方有一个时数100 那个代表说我已经侦测到 你的这个外面的时数牌是100 所以车子也知道你这条路的速线是怎么样 其实汽车它的自驾车系统 就像我们仁阳它有眼睛 然后有耳朵可以感应到周围的这个 环境状态 然后它在接手你的方向盘油门跟刹车 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 接下来我们下一段将会分享就是 全球电动车的浪潮席卷了之后 台湾营阵的布局契机还有挑战 好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根据估计电动车的数量在2030年 就会超过1.41辆 如果政府扩大补助的话 还有可能会超过2亿万台 这是相当宏观的一个趋势 而电动车和自驾车也将是台湾下一个南海 但是接下来要请教苏老师就是台湾汽车电子领域现况还有困境 而为什么汽车电子传业很难打入车厂的供应链当中 而其中像是汽车安全产品的设计难度又相当的高 甚至它的复杂程度还高于手机或者是伺服器是吗 对 我想汽车电子 我们汽车电子大家最容易接触或看到 就是我们讲的仪标板 传统的时速表基本上是指针 现在新的车子它基本上就是一片电脑在这边 所以你所有的显示其实都是用电子仪标板 这是我们最常大家可以看到的汽车电子 第二个汽车电子会看到是中间 你充共台的影音多媒体跟导航 好 其实这两块其实它的整个设计 就是你从IC设计公司出来之后 它会把一些参考的软体跟电路 基本上就给你了 我们在做汽车电子的产品的系统的时候 你其实要做一些小小的修改 比如说你的这个时速表 人家是椭圆形的 你是不同的形状 所以那边的我们讲说设计的 它的门槛就比较低 好 你门槛比较低 就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说 大陆也起来了 那台湾其实 但台湾这一块也做得非常好 那因为你门槛比较低 所以你的利润其实就不容易拉得高 所以这一块在我们讲说 比较入门的汽车电子仪表板 跟中控台这一块 其实重要变成本 那我想你跟大陆去做成本的竞争 其实这是非常累的一件事 那汽车电子这一块 就是它的产品的导入 基本上最少要三年到五年 如果是欧洲车的话 大概五年跑不掉 那日本车大概要三年 那我想一般的这个大企业 它没有办法忍受一个停在那边五年 是不能赚钱的 那但是学校不一样 校长会允许你五年不赚钱 反正你就把你的研究做好 那我想也是因为有这个环境 所以我们在云科大这边 大概做汽车电子 大概一共做了十年了 那我们刚刚讲 是汽车电子比较入门的部分 但是我们讲附加价值 比较高的话就是在汽车安全 那汽车安全的设计 跟刚刚讲的汽车电子不一样 它包括从它的底层的作业系统 应用程式 感应器 甚至测试连接线 你全部都要自己设计 所以它那个整个的复杂度 是软体硬体全部搅在一起 所以它整个的系统设计 其实比你在手机上 写一个APP复杂很多 而且你要实测测试 你要保证白天会过 晚上会过下雨天 可以过台风天可以过 其实它那个就变成说 我们拉的时间非常长 所以我们刚刚讲说 在汽车电子领域 其实最难的就是在安全这一块 但是安全也是附加价值 比较高的部分 我们讲说台湾的汽车产业 要升级的话 一定要走这条路 但这条路是真的比较辛苦 所以我们的汽车产业设计的部分 台湾的优势在于哪里 在设计哪一块的部分的话 可能是在国际上 或者是在其他的世界上 可以跟其他的国家做竞争的呢 我想台湾这一块 当然就是 等一下会提到汽车半导体 但是其实在汽车安全这一块 其实台湾一直很难打进去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 賓斯 B&W 他们的汽车安全可以打进去 都是我们讲说 欧洲也只有德国 Bosch跟Continental 这两家都是百年企业 欧洲的日本的话 可能就是Daysom 这个是Toyota福祉的 大概也是50年以上的公司 当然还有美国 美国汽车产业很多 全球可以打进 汽车安全领域的产业 大概就一只手指头就数完了 所以这个是满难走的路 但是我觉得台湾也要克服 台湾这一块能够量产的不多 这整个系统设计 不是代工 这整个系统设计 可以到量产其实不多 就是由我们台湾自己主导的就是了 所以我们还是非常好奇 因为像全球风电动车的风潮之下 我们还是很想问 我们台湾的优势 还有挑战会在哪里 台湾的优势就是刚刚讲 我们在半导体这块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 最近汽车电子缺料缺得很严重 但是我们跟台湾的 这个IC设计公司最近 所以我们这边要拿到汽车 这些半导体是有优势的 但是挑战就是刚刚讲 整个系统的设计 包括软体硬体搅起来的 这些绝对就是我们的挑战 应该是说我们的硬体 是我们的优势 但是系统整合 软体整合这一块是我们的挑战 所以在人才的培育上面 这一块就变成非常重要 也是未来可能我们的 相当基础的一个部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云科大在这个部分 也开始琢磨非常多了 对不对 是 所以我们在接下来 就是可以知道说 其实云科大在这个浪潮当中 其实他们非常强调 就是产学合作 我们下一段 就会请到我们苏老师 来进一步的来分享说 我们云科大到底做哪一些事情 还有哪些卓越的成就 好 欢迎回来 我们知道在电动车事代之下 抢占先机 人才就是最重要的资产 而云科大是国内少数 深入投入汽车领域的大学 而现在就要请我们苏老师 来谈谈 云科大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资源 有哪些呢 好 那我们刚刚讲到一件事 就是说汽车电子 尤其是安全这一块 是需要非常长久的投入 那云科大在汽车电子这一块 尤其是安全这一块 我们从2010年 就开始投入基础的研究 大概到2016年 我们就跟产业密切的结束 包括大陆很多车厂 台湾很多车厂 东亚的车厂我们都跑过了 后来发觉学术研究跟做汽车产品的这个是非常不同的 后来我们就继续努力大概在18年的时候 我们就协助我们授权我们的合作公司 就设计了一个盲区侦测系统 就是我们刚开车左右这个看不到的地方 我们通常一左转一右转就撞到后面 就是我们讲就挤压到后面 那我们在18年 我们18年我们就协助厂商完成第一个产品 那我们也看到了在汽车电子安全这一块的机会 我们大概在17年我们就在学校成立 我们讲说汽车云科大的智慧电子中心 那这个智慧电子中心它跟一般的研究中心不一样 它最主要是对标在汽车产品的这个开发 那所以我们在我们在我们的中心 其实我们有三个很重要的一个大的领域的设备 第一个我们有所谓的AI设计中心 那AI设计中心我们讲说汽车安全 很多背后的技术就是AI 那我们在AI的演算法的分析跟开发 其实是要非常大的运算力在我们后面支持 所以我们成立了AI设计中心 那第二个我们也得到教育部跟学校的支持 那我们云科大有一个很特别的SMT跟Deep的产线 那有这个产线的话 其实我们在云科大就可以自己 把我们这个产品做出来 那像刚刚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其实就是我们云科大在这个量产的产线上 在运作的部分 那这个是我们刚刚讲的AI设计中心 那最后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这个自驾车 那我们的自驾车不是半这个半家加酒 其实是真正就是开到路上可以执行道路测试 所以说我们云科大在汽车电子这一块 其实可以完成从设计到量产到测试这种一条龙的这种工作 其实我们已经完成的不是研究单位 其实这个完成一个公司 所要做的是在云科大其实都可以独立完成 所以这个就是在台湾云科大是少有可以完整的这个 达到汽车量产这个领域的这个一所大学 是 那我们刚刚有听到我们的苏老师分享到 就是云科大的研究环境从设计 量产甚至自驾车的测试一条龙的学术研究资源相当的丰富 也然就具备业界的规模 而且还跟许多的国产车 甚至是进军东南亚日系的车厂 提供多项的解决方案 所以现在还是要请苏老师来介绍一下 云科大现阶段的产学成果有哪些 好 那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 我们就非常积极把我们的云科大的产学 这些能量跟台湾的业界合作 所以我们大概从今年 大概今年年底 我们就开始做了很多 在台湾的这个 台湾的乘用车的产品的上市的准备跟测试 包括我们讲的是说明年2022 有一个360度环境的这个影像的系统 我们要准备上市 然后第二个就是刚刚讲盲区振测系统 这是我们做了很多年的这个产品 非常成熟的这个产品 这是第二个产品 那第三是有一个叫做 全方位的数位录影的一个盒子 那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都只是录我们前后的影像 那其实你在发生车祸的时候 你有没有超速 你在那个时间点是对不对的 其实你不知道 那现在比较高级的车子 它其实是把所有的资料都录起来 我们叫做数位的录影的这个盒子 所以这个在明年 我们大概就有蛮多的这个厂商 跟我们合作的产品在这个上面走 那另外就是明年也会有 我们讲的大客车 大客车的360度的环境 跟视野辅助的系统 那这个我们的认证也认证完了 整个测试也测试完了 应该是明年第一Q 就会开始在台湾有产品这个上市 那当然我们大概在2023年 就是后年大概也会有一个日系车 在东亚上市的车重 也会用我们的技术 那我们说是讲到2023年 刚刚前面讲 像我们跟厂商的这些开发 其实我们2023年的厂商的开发 大概是2020年就要开始签 也要开始走了 所以我们大概觉得 这边这个机会也 也是应该是蛮有机会的 那再来就是刚刚讲 其实在这个 所有我们电子产业的最上游都是IC 那我们跟林洋 台湾林洋科技也合作了非常久 那林洋在去年开始投入一颗非常重要的IC 是台湾很重要的车口店的IC 那云科大在 他们在开始投入设计的时候 我们就跟他做很深度的合作 所以我们大概在今年的12月29号 林洋会一个IC的真实的发布的会议 那在这个发布会议上 其实我们也会到场 就是他们软体的解决方案 就是用云科大合作的这个厂商 所以云科大从最上游的IC设计制造 甚至规格订定 IO规定 规范 其实我们就已经参与了 其实这颗IC 这颗林洋的IC 是国内最近一年来 一个很重要的车用IC 这个IC 林洋光整个投入的成本 就达3亿台币 所以是蛮大的投入这样子 那刚刚我们的书老师 已经自己点到 这3亿元就是林洋科技投入 何许要策略合作 那我们就来听一段 来自林洋科技总经理的访问 主要是我们在IC 跟演算法上面有一个配合 那因为这个配合 我们默契觉得不错 然后那个成果也不错 所以后续我们在新的 AIDAS IC的开发上面 就从前期的架构设计 然后跟演算法的这个配合上面 我们也做了更深入的一个合作 像最近我们即将要回厂的 一个新的AIDAS芯片 那也是跟苏老师这样子搭配 它是具备比较强的这个 CPU的运算能力 然后搭配很强的一个3D的GPU 然后再搭配苏教授这边的演算法 其实它可以提供到 我们认为到Level 2的 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些功能 它都可以去符合客户的需求 那这个计划其实 林洋科技在这边投入了 蛮大的这个资金成本 大概将近3亿台币的 整个开发费用 云科大这边 它整个这个体系的环境 可以提供很多那个优秀的人才 特别是在汽车电子汽车产业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很好的 一个合作的机会 好 现在大家都知道电动车 是为了来各大产业 争相插旗的热门项目 而云科大在这一方面的人才培育 也是相当积极 更强调就是与产业无缝接轨 是培育专业人才的摇篮 接下来还是要请问苏老师 就是云科大训练出来的学生们 他们的竞争力有哪些 而就业优势又是什么 好 我想云科大因为是科技大学 所以校长特别重视学生的这个 在产业对接的能力 所以云科大的训练 包括理论到工程到实物 其实我们这三个部分 都是非常强调的 我们现在看到一个理论的东西 它可能是一个数学式子 但是一个数学式子你要把它写成程式的时候 你不是照着那个数学写的 它会有一些你要理解要应用的部分 我想这一个就是我们讲说工程能力的培养 你会理论并不代表你会工程 你会工程并不代表会实物 实物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写完了东西之后 你到车子上不同的天后不同的挑战 是不是都能正常运作 所以这我们讲说第三个阶段是实物 云科大在这一块 其实跟一般大选不一样 我们非常强调工程跟实物能力的应用 像我们自己中心的学生有一个特点 比如说我们做研究做特别好的学生 他其实我们在硕士口试之前 我们会安排口试委员 直接上我们的车子去跑一段看看 那跑一段如果能够过关就代表 你等一下报告的东西是真的 不是骗人的 那你如果等一下讲得很好 结果你实际上路跑是跑不过关的话 那代表你一定出了什么问题 所以我想在这种特别的这种 但这是那种非常厉害的学生 非常厉害的学生 他基本上我们就要求 他在口试之前测试要过关 但那个其实是非常刺激的 因为你不晓得明天口试 是不是下雨天 是不是这个 各种状况都会 对 各种状况 所以学生他在口试之间 要各种状况他都要准备好 然后所以他就会战战兢兢 所以就代表说他整个从理论 到我们刚刚讲的实物 其实都可以做得这个不错 那我想在这种非常强调 实物的训练之下 其实云科大学生 像我们中心 我们实验室出去的 基本上就是还没有出去 大概都被分光了 对 因为 很多产业都真相要招揽他们 对 而且像我们的合作企业 像领阳 像我们合作最关键的企业 可能他们都自己不一定要得到的人 因为在 你如果是从104这种网站去捞的话 其实捞不太到汽车安全的实物的人才 那大部分的薪水也大概OK 大概毕业第二年应该就可以破百万 好令人羡慕 对 但没有办法像一线的IC设计公司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比系统厂 还有比二线的IC设计公司的薪水 应该是不差的 对 是 那我们就来听听学生们对于自己 这样的教学方式有什么看法 那在这个计划里面我觉得我获得最大的收获 是产业跟学术之间的连结 还有理论跟实物的并有 因为在不同的学术机构来说 他们大部分都会是采用 都是会以模拟的方式来去实现他们的结果 那我们这边 这个计划不一样的地方是 我们会真的去路上实做我们的结果 在户外做完这些整体的测试流程之后 我们再带回来去进行分析 然后再去进行各种的比对 那这套流程会更符合 实际上产业会运用到的整个流程 本次的计划中 老师经常会跟合作企业的公司主管开会 那他会把他们开会的经验分享给我们 然后让我们去提升跟业界的资讯衔接 然后在设备的部分 他会提供车子跟板子 让我们去做实作的部分 我们只要一有新的想法 就可以立刻去付出实现 然后并且到路上去测试 然后来验证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好的 然后非常感谢老师及学校 为我们提供那么好的环境去学习 好 在这个访问中可以知道 云科大的产学研究成果相当的卓越 也培育出许多与产业无缝接轨的 专业优秀人才 而这些成绩也直接反映在国际上面 来看看我手上这个手摆 云科大是2021年 英国泰晤士全球大学排名 产业收入指标全球第28名 更是全球大学影响力排名301到400 还另外还有是2021年远见最佳 综合大学排名第13名 这么优秀的成绩 我们就可以知道 其实要有这些傲人成绩 云科大校长杨能书 就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还有推手 现在就来看一段来自校长的访问 云科大是一所科技大学 我们很注重的就是叫做 跟产业对接 我们学校的口号就是说 教学创新跟产业对接的一所 知名的国际科技大学 在这样的一个目标为前提之下 其实在过去学校就在 第一个我们在产学合作的一个成绩 就相当的不错 大概是我们在云临县 就比较不受大家的关注 其实云科大的产学合作 我们在107年的时候 就是说如果从全国大众院校来看的话 诗君子我们是全国第一的 第二名我记得是 那个时候是陈大 当然隔年就变成交大是第一名 我们需要又掉下去 所以说台湾产学合作的 这个优秀的这个学校 大概有一些 我们大概就会轮流来抢第一名 那云科大 它也是藉由所谓的这个产学合作 我们就是产生一个学校 跟业界的一个 bridge 那老师不但说做产学合作案 那学生也会陪伴的这个老师 那么来透过这样的老师 搭着一个桥到业界 那因为科技大学 它如果跟业界是脱节的 那是不成立的 所以云科大一直在紧盯着 全世界这个每一项科技的这个发展 比如说在AI 我们需要是一个很广泛的 从大学部我们的学生 都大概都要去学习这个资料的一个处理 以及AI的一个课程 以及它在每一个专业上面的这个应用 因为我是觉得 将来AI的这种套件 它的使用很可能就是跟你现在使用Word 使用Excel是一模一样的一个事情 那每一个系 每一个院 我们都希望它有一个特色 就像说汽车 这个是我们大概工学院的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 AI是我们学校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 当这个其他的这个院也会 系也都会有它自己的一个特色 有它自己跟产业的一个对接 那我们希望来这边念的这个同学 都要能够学习一些理论跟实物 他会思考 会设计 会制作 他完全了解说 当今市场上竞争的这个优劣 然后他也知道这个整个一个 科技发展的这个趋势 我在想说这样才能够称为 是一所科技大学 好 听完了校长台湾之话 观众朋友可以知道 这个云科大拥有完整的汽车 相关系所是一所 重视永续发展的大学 也展现出了举足轻重的全球影响力 而接下来要请教的苏老师 未来在云科大在汽车产业的布局 还有突破是什么 好像我们要推出自己的概念车吗 是的 我想刚刚在影片当中受访的两位学生 他们从他们例子来讲 他们两位学生他从硕士班 就已经被人家定下来了 就是他们硕士班 比如说一个月就给他2万 或给他4万 那他就要跟这个签约的公司说 我给你了两年 那你就要Promise我 毕业之后来服务两年 所以我想在汽车也是系统设计这块 其实人才的竞争其实永远是关键 那刚刚在延续我们杨校长的想法 就是说云科大单前半段在汽车电子 我们琢磨是比较多的 那校长说应该是把全校的老师 跟全校的能量整个拉到汽车产业 那刚好云科大很特别 汽车要的相关的这个科系都有 它其实传统的台湾是 台湾其实有车辆系 但车辆系它可能只偏重某一个部分 那但是未来的汽车 它是全方位的发展 包括电机电子 职工机械 然后甚至设计学业管理学院 其实它都要放进来的 那为什么会这么多的不同领域 比如说这个电机器 它可能就要负责设计马达 那化工系他们就要研究 这些电池的材料 它的这个怎么样可以充电充得快 怎么样它可以使用 寿命比较长 那资工系它可能对一些 AI的这些演算法的设计的环境 要做得非常好 那设计学院当然是 外型跟内装都要设计非常好 那再来云科大 因为校长说我们希望如何去 对外展现云科大的能量 那就刚刚主播也讲到了 校长希望去做一个云科大的概念车 那这个云科大概念车就是让 人家来云科大来参观 对云科大会留下一个印象 因为人家来参观你一个PPT 人家是不会有印象 但是你一个很 实体的出来 对 有车子出来 那车子是不一样 非常有前瞻性的话 那人家才会留下印象 所以大概从2022年 2023年 云科大会投入超过1500万 大概我们会做两台 云科大的概念车 那我们讲说之后的汽车 未来10年的汽车 未来20年汽车 汽车已经不再是一个交通中工具 它其实是一个生活的延伸 它是一个生活的延伸 所以云科大希望 就是把所有的这个科系的能量 一起放进来 然后做一个完整的自驾车 跟大家介绍 未来的这个自驾车是什么样 那所有云科大的 比如说它的技术 比如说我们在做以后的车子的 这个我们现在的车子的顶都是板金 那以后的车子的这个车顶 可能是玻璃 那这个玻璃可能会随着不同的阳光 它会自动调整它的照射 那以后的汽车你可能 比如说你在防疫期间 我就是居家办公 那居家办公你在家待久了 会觉得很郁闷 所以你可以开着车子 到日月坛旁边 一边上日月坛的景 一边去跟公司开会 然后做你的工作 所以未来的汽车的这个概念 已经不是交通工具 所以云科大想借由这种云科 这个INTECH ONE的概念车 介绍未来的汽车是什么样 然后也展现云科大整个汽车的 研发的能量 那您刚才说那个 INTECH ONE的这个概念车 其实是有两个对不对 一个是否后疫情时代的 另外也是个居家办公 这部分可以多特洛一些些吗 好 我们刚刚讲 我们现在是很麻烦就是 这个我们讲说居家检疫 居家检疫要一个特别的房间 要一个什么设备 不管人家共用什么样 所以网路很重要 对 所以我们就是说 把一台车照完 然后那个车子稍微大一点 可能比休息车还大一点 我们就把需要居家检疫的人 就关到那台车子里面 关在里面 对 那个人在里面可以吃 可以喝 可以休息 可以互动 因为它是封闭的 所以它的这些病毒细菌 也不会出来 那因为它是封闭的 它是自家 就是跟你讲说 你在家闷久了 关久了 那你就可以跑到 这个日月潭旁边 这是居于居家办公的 那那个后疫情的那个部分呢 这个是刚刚讲 就是刚刚讲的是居家检疫 对 居家检疫 对 那办公是另外一个 办公就是说 我们现在在家里 我们要再跟这个公司 要开会很麻烦 又要有什么LINE 又要有会议的系统 然后又有网路 又要有这些东西 你要有很多的工具 那我们另外一台车 就是希望这台车 是把你的居家 跟你的办公中合在一起 就是让你觉得 你在疫情的时候 你的居家办公 觉得不是这么无聊 好 谢谢邪车老师 精彩的分享 就像老师说的 未来汽车不再只是一个交通工具 而是一个生活空间的延伸 而且相信未来 在电动车的黄金十年 尤其在产学合作的领域 可以预见的就是 云科大将是一个 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也再次谢谢苏老师 来到我们的现场 与我们分享 也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有家云 我们再会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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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